万子梁晚年定居内地十八线小县城 带粉丝参观小区 铁门破旧险凄凉 四处商演维持生计 被炒晚节不保 正该学学周星池 昔日的大河影迪万子梁 近日在网上晒出一段视频 表示自己已经数月没有见到家人 拖着行李箱 进了一个老小区 设施看得出来非常破旧 他也只能一个劲的夸一夸 小区空气清新 不少网友扒出万子梁晒出的这个小区 可能就是湖南省长沙县的 住梦星园小区 看得出来这小区并不高档 设施也非常的老旧 很多人都不仅感叹万子梁晚年凄凉 毕竟他当年在香港电影界 可是数一数二的风云人物 不仅有着影帝称号 而且还曾一手提报过周星池 刘德华以及周润发 一众大牌影星 但这些人现在几乎都比 他的现状要好很多 很多人都将他的衰落 归咎于九十年代的下海经商 当时他生意失败后 不仅得了糖尿病 还因此生活落魄 如今只能通过 接八万块一场的商演 来维持生活 要知道周星池 刘德华等同期一人 可是个顶着的大红大紫 每一个现在不说有多少身价 但豪宅肯定是数不胜数的 而万子梁只能屈居于小县城 肉眼可见的差距太大 并且万子梁什么商演都接 也是败光了不少人的好感 甚至有人认为他是晚节不保 都应该学学 都周星池 没有电影拍了就吸引 这样至少能保持自己 在公众面前的良好形象 但也有网友认为 万子梁虽然是影币 但客观原因导致 只能通过商演来赚钱 难道让人家不生活吗 并且接商演本身 就不是什么最大二级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工作而已 并且人家接一个三小时商演 只有八万块进账 相比普通人来说 不知道过得有多好 那么你觉得万子梁 到底应不应该接商演赚钱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